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施明德病逝 一生坐牢25年 获育台版曼德拉 瑞士已获准免签进入中国瑞士 将根据泽连斯基的要求 举办乌克兰和平峰会 台湾仍然可以避免乌克兰的命运 请大家收看 施明德病逝 一生坐牢25年 获育台版曼德拉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 15日于台北病逝 施明德在台湾民主化的历史上 占有一席之地 回顾他的一生 从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威权领导 到号召红山军走上街头 抗议民进党总统陈水扁 终其一生 捍卫他所相信的的价值 成为台湾史上最知名的民运人士之一 德国之声中文网 台湾民主运动人士 德国之声中文网 台湾民主运动人士 前主席施明德周一 1月15日 凌晨在83岁生日当天 因肝癌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 他的两位女儿施加 施明娜 在脸书上发文 表示施明德没有忌日 只有生日 他一生所捍卫的精神和价值 只会不断地在我们的世界里诞生 长长久久地茁壮 施明德离世的消息公布后 总统府也证实 总统蔡英文14日 曾前往荣总探视施明德 稍早得知这项资讯后 感到哀伤不舍 也希望施明德家属 节哀珍重 民进党现任主席 将接任总统的赖清德 透过脸书发文表示 施明德一生为台湾争取自由人权 并称施明德过去所说的民主这一刻 永远没有据点 让他从投入政治工作 一路打拼至今 有非常深的感触 赖清德说 施明德是民主先行者 人权捍卫者 也是智慧勇敢的政治家 就算面对威权政府的死亡威胁 依然不改旗帜 始终坚持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对台湾民主深化付出行动 也做出诸多贡献 施明德曾因美丽岛案遭判死刑 最后是在国际舆论的施压下 改判无期徒刑 直到1990年 李登辉就任总统后才出狱 施明德一生 累积入狱服刑的时间将近26年 曾被誉为台版曼德拉 主张台独入狱 不愿被特赦 事实上 施明德早在美丽岛案前 就因当兵期间主张台独 入狱近15年 最后是在台湾前总统蒋中正逝世后 或减刑出狱 并且持续从事民主运动 1979年美丽岛事件时 担任总指挥的施明德 在事件发生后展开逃亡 期间遭到全台通缉 在逃亡26日后落网入狱 隔年的美丽岛事件军法大审中 直指党禁 报警 戒严令 万年国会是台湾民主化的四大害 并被判死刑 但后来在国际压力下 政府改判他无期徒刑 1984年 笔名江南的华裔美籍作家刘依良 在美国遭刺杀 在江南案发生后 施明德在狱中发动无限期绝食抗议 根据新台湾和平基金会记录 施明德包凶 施明正 为了声援他 也在家中展开绝食抗议 并于1988年 因长期酗酒 健康情况不佳 绝食期间肺衰竭 送医后 并发败血症病逝 1990年 总统李登辉 特赦美丽岛事件政治犯 但施明德坚持无罪释放 拒绝或特赦 直到李登辉宣布美丽岛当时判决无效 施明德才以无罪身份出狱 并结束长达四年半的绝食 他也于事后透露 当时在绝食期间被强迫 以鼻卫管插管灌食 多达3040次 不过施明德出狱不久后 又因推动总统直选 与林毅雄 许信良等人 率领群众发动静坐 被控违反集会游行法 遭判拘役50天 并在1997年 以立法委员的身份 入狱超过40天 台湾本来就是主权独立国家 施明德在1994年 民进党担任党主席 并于隔年主张台湾 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民进党执政 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 2000年 民进党首次执政 完成台湾首次政党轮替之后 施明德选择退党 回顾施明德的政治运动生涯 不得不提的便是 他在2006年时 因不满陈水扁政府及身边亲信涉滩 发出公开信 要求陈水扁鞠躬下台 随后在短短7天 获得百万人捐款 并号召民众穿着红衣 走上凯达格兰大道 台北车站静坐示威 这场红山军倒扁行动 持续长达数个月 虽然一度有激进派要求 展开占领总统府等行动 但施明德坚持和平 不流血原则 上周在台湾总统大选前 各政党纷纷举办 大型造势活动的同时 也有不少台湾网友 讨论台湾政治史上 声势最大的活动为何 其中就有不少人提及 这场红山军行动 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文倩 15日在脸书写道 您是台独人士的英雄 您坐牢26年 您是台湾的曼德拉 但您没有享受权利 让推动政治改革的心停下来 您希望台湾政党轮替 中华民国有自己的总统 政府 军队 台湾没有必要宣布台湾独立 施明德虽然在倒扁行动后 渐渐淡出台湾政坛 但过去多年来 依然持续为台湾 多项社会运动表态 包含两岸关系 两岸服贸协定引发的太阳花运动 台湾同志婚姻等一题 终身为民主 自由及人权发声 乌克兰和瑞士准备会面 推动和平方案 彭博社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正在与瑞士合作 在这个阿尔卑斯国家 举办一次高级别和平会议 以争取盟友支持和平蓝图 泽连斯基表示 将邀请所有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参加 包括中国 乌克兰领导人 希望将中国纳入和平方案和峰会 俄罗斯官员将不会受邀 泽连斯基的目标是 防止战争在2024年之前 变成冻结冲突 瑞士将根据泽连斯基的要求 举办乌克兰和平峰会 瑞士已同意应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的请求 主办一次关于乌克兰的全球和平峰会 这个中立国家此前曾充当调节者 解决冲突 现在可能帮助找到 解决俄罗斯于2022年2月 派兵进入乌克兰引发的战争的办法 峰会的日期和地点尚未确定 泽连斯基没有提供参与者的详细名单 但表示希望所有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都能参加 他还提到希望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出席峰会 在达沃斯峰会之前 中国表示瑞士人可以无需签证来访问 彭博社 瑞士已获准免签进入中国 成为少数几个享有此特权的欧洲国家之一 这是中国寻求开放经济 与欧洲建立更紧密联系 以吸引更多游客和外国投资的举措 中国总理李强目前正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并在途中对瑞士进行了官方访问 去年11月 中国允许来自包括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五个欧洲国家的公民 免签入境 以促进国内旅游业 英国国防大臣表示 和平红利时代已经结束 金融时报 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警告称 冷战结束后带来的和平红利已经结束 西方国家需要为未来五年涉及中国 俄罗斯 朝鲜和伊朗的进一步冲突 做好准备 沙普斯呼吁盟友增加国防开支 以应对不断上升的威胁 他表示 西方的敌人正在重新武装 并变得更加连结和不稳定 拥有更广泛的武器来制造混乱 尽管所有北约成员国都承诺 将国防开支占GDP的2% 但目前只有11个国家实现了这一目标 马尔代夫要求印度撤回其军队 向北京清闲 华盛顿邮报 马尔代夫要求印度在3月15日前撤回驻军 因为有关印度军事存在的争议正在升级 印度在马尔代夫驻扎了大约80名军事人员 舰艇和飞机用于监视和救援行动 自从总统穆罕默德 穆伊奇在选举活动中承诺驱逐印度军队以来 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一直在升级 马尔代夫是印度和中国在印度洋争夺影响力的最新竞争地点 莫迪 马尔代夫和海滩之战 金融时报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些宣传印度拉克沙群岛的照片 引发了一场外交事件 并导致马尔代夫停止了三名政府官员 去年马尔代夫选出的总统 希望印度军事人员离开这些岛屿 因此 马尔代夫将这些帖子 视为试图转移游客注意力 使其不再前往马尔代夫的海滩 印度商会的航空和旅游委员会 以要求贸易团体停止宣传马尔代夫 以应对马尔代夫官员表达的反印度情绪 美中关系不应被台湾问题作为人质 北京顾问 南华早报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郑永年教授表示 中国不应该让与美国的关系被台湾问题作为人质 郑永年认为 尽管台湾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但它并不是全部 它敦促北京构建一个强调主权而非民主和自由的新台湾叙事 郑永年还建议中美两国可以找到新的共同利益 并应该减少台湾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 台湾仍然可以避免乌克兰的命运 金融时报 随着台湾总统选举的举行 中国入侵台湾的威胁再次成为全球一城 中国共产党警告台湾选民 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做出正确选择 但台湾选举了中国视为危险分裂主义者的候选人 台湾的处境与2022年前的乌克兰有相似之处 包括俄罗斯和中国都认为 他们是属于自己国家的领土 并且都主张乌克兰和台湾缺乏真正的自治权 被用作美国霸权和侵略的工具 菲律宾总统祝贺台湾当选总统 遭到中国强烈反对 美联社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二世向台湾总统选举的获胜者赖清德表示祝贺 这一消息很可能激怒中国 因为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马克思的消息中提到加强互利利益和促进和平 与中国对台湾的立场相矛盾 菲律宾遵守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北京是中国的政府 劳埃德 奥斯汀在未公开手术后24天出院 英国独立报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因前列腺癌治疗并出现并发症后已出院 奥斯汀于12月22日进行了秘密手术 并于1月1日再次入院 他于1月2日转入重症监护室 奥斯汀在康复期间将继续在家工作 并在康复后全职返回五角大楼 直到1月4日 总统乔·拜登和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 才得知奥斯汀的手术情况 高级官员直到1月9日才被告知他的癌症诊断 白宫和五角大楼正在审查高级官员 在可能需要转移决策能力的情况下的通知程序 科技公司百度否认其 Earney AI聊天机器人与中国军事研究有关的报道 美联社 百度是一家中国科技公司 否认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Earney与中国军方研究有关的指控 此前 一家香港报纸引用了一篇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 网络战部门有关的大学学术论文 声称该部门在Earney上测试了其人工智能系统 百度表示 公司没有与论文作者或其所属机构合作 这一指控导致百度的股价下跌了超过11.5% 此事件凸显了投资者对中国科技公司与军方或政府有关联 可能面临类似于对华为实施的制裁的担忧 白宫发生火灾的虚假911报警 触发了紧急响应 而拜登正在戴维营 美联社 周一早上 一通虚假的911报警电话 声称白宫起火 紧急车辆被派往白宫 当时 乔·拜登总统和他的家人并不在白宫 而是在戴维营 这通电话很可能是伪造的 几分钟内就确认是虚假报告 紧急响应被取消 预计拜登总统将在当天晚些时候返回白宫 朝鲜是否在为2024年的战争做准备 德国之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 与韩国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 据朝鲜国家通讯社KCNA报道 金正恩呼吁扩大朝鲜的核武库 和进行更多弹道导弹测试 并承诺发射三颗新的间谍卫星 金正恩指责韩国和美国正在准备入侵 并警告朝鲜半岛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专家警告称 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 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是最危险的 一些人认为金正恩已经做出了发动战争的战略决定 然而 其他分析人士持怀疑态度 并认为金正恩正在利用言辞作为战略杠杆 此时进行军事冒险并不符合朝鲜的最佳利益 他们警告称 世界不应忽视最坏情况的可能性 因为朝鲜可能正在计划超出预测的行动 从哈利到拉玛斯瓦米 印译美国人在政治崛起中航行身份 南华早报 印译美国人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许多来自该社区的知名人物竞选公职 例如 Vivak Ramaswami正在寻求共和党总统提名 而Niki Haley是前联合国大使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 与此同时 副总统卡玛拉 哈利斯有一个亚买加父亲和一个印度母亲 印译美国人是美国任何族裔群体中 家庭收入最高的 许多人在法律 医学和学术等领域 取得了卓越成就 然而 他们在政治上一直处于代表不足的状态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些重要的新闻事件 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 我们谈到了台湾民主运动人士施明德的离世 施明德是台湾历史上最知名的民运人士之一 他一生捍卫自己所相信的价值 成为台湾民主化的重要推手 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成为台湾史上的民主先行者 我们还谈到了 乌克兰和瑞士将举行高级别和平会议的消息 乌克兰总统希望通过这次会议 争取盟友的支持 推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 这次会议将邀请所有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参加 包括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会议将不邀请俄罗斯官员 我们还讨论了中国允许瑞士人吴谦正进入中国的消息 这是中国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和外国投资而采取的一项举措 这也是中国与欧洲国家建立更紧密联系的一部分 此外 我们还谈到了英国国防大臣警告称 和平红利时代已经结束 西方国家需要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 这一警告凸显了当前全球安全形势的紧张性和不确定性 最后 我们谈到了马尔代夫要求印度撤军的消息 这一事件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对 因为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中国和印度在地区影响力的竞争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希望大家喜欢 现在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